4月5日是清明节 广府地区讲究行政清 当日在广州市新唐华侨公墓 七旬香港市民温先生 与其在港粹两地的十余位亲友聚在一起 拜祭先人 据广州民政部门统计 截至4月5日15时 广州使用护照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等证件 预约计扫的人数约2.65万人 在香港听到的很多人都说 很多年没回来拜祭 这次一通关都很想回来 在新唐华侨公墓附近的停车场 记者看到有数量来自香港 或者澳门的车辆停放在内 在广州市新唐华侨公墓 接近中午时分 记者仍看到不时有来自香港的市民 办理入园记扫登记 因为我怕今天正清 可能多些人通关就说回来 可能怕失车 所以特意提了一日回上来 在新唐华侨公墓祈福广场拜祭区 香港市民陈先生和兄弟姐妹们 以及孙辈一同回来祭祀 他们围坐在一起 怀念逝去仙人的同时 这也是与家人团聚的重要时刻 据介绍 4月5日当天 广东省各殡葬服务机构 接待祭扫量约408万人 与往年相比 今年广州清明现场祭扫的人流量 出现明显增长 其中不少是海外华侨华人 港澳台同胞 据广州边检部门的数据 4月5日零时至15时 广州共查验出入境人员1074人 同比增加588.6% 查验持港澳居民来往 内地通行证人员836人 是去年同期的278.7倍 就我们这两年的话 都实行这个网上预约 首先登陆我们民政局的这个公众号 凭身份证进行预约 那么港澳台的同胞的话呢 可以通过他内地的亲属 在网上预约 帮他的预约好 然后来到现场 进行他的这个一个登记 一个核销就行了